人在問Podcast哪一台 我說觀測站叫卧槽 人在說 哪一台比較有趣 我說卧槽苗正在 大家好 我是想說 對喔 就是觀測站的想說 為什麼我會在卧槽雲島呢 因為大家知道嘛 我們現在觀測站在這裡 沒在錄 等著休息 我們自己沒在錄 沒關係 卧槽雲島有在錄 所以我跟可心決定 在這裡都有在那裡的雲島 請問大家好 去吃瓜苗 說 跟別人的Podcast 擋在自己的錄 今天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萌萌 還有飯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總編萌萌 我是卧槽的飯 沒有啦 其實你們是主持人 對喔 別鬧 還是剛剛被親門打呼人家 我們還是要抓回來 好啦 我們還是偷偷 我還是要偷偷錄一下 把我們的開場白給講一下 所以卧槽苗正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每週幫大家 瞄一下台灣的重要政治議題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還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KKBOX First Story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唷 我覺得剛剛觀眾打開想說 是不是開錯了 開到AM電台 就在那邊挑 這個有點難 這個是不是有點年輕 AMF 年輕人還知道是什麼嗎 好 大家好 我是飯 歡迎我們今天的兩位特別來賓 來自觀測站底 加了兩個主持人香菇跟可欣 哈囉 可欣這樣子來過了 香菇是第一次來的 他來之前我就一直在敲 然後想說 那個香菇可以幫我們開場嗎 因為我很喜歡你們的開場 然後他就剛說他想一個很厲害的開場 真的很厲害 有齁 精心幫你們安排 我們那段就複製起來 之後就那個 每個禮拜就放那段就好了 他們香菇粉超多的啊 香菇粉 好像煮湯了之後蠻好用的 感覺是這種高湯材料 所以就想說 這次我們就有一個不一樣的開場 然後也歡迎我們的來賓 那我們今天 我們跟觀測站合作很多集了 然後這次就是 終於是他們最厲害的主題 其實之前的也不錯啦 但是我總覺得 就這個議題就是他們 最可以發揮 守備範圍 對對對 這集要聊什麼 大家知道下禮拜發生什麼事嗎 下禮拜 波心水 不是 對耶 也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下禮拜就是 美國總統大選 的結果要開票了 對 開始開票 但不知道 會不會看到結果 對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那 台灣其實最近很多媒體 大家都是很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做了一個 稱職的自身 稱職的政治馬瓜 就覺得說 要來幫馬瓜們服務 因為我怕大家看 就是如果你也是馬瓜的話 你可能會一下子搞不清楚狀況 想說欸為什麼大家這麼關心 美國總統大選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嗎 所以這一集就是有點是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必修課 就是目標就是讓大家聽完之後 就是 之後看新聞就很快可以接軌上去 知道最近要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下禮拜如果 有什麼大事發生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就是 接上每個人的話題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來 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就是要 讓專業的來 所以到底啊 就是為什麼你看台灣現在每個頻道 都在播那個 美國總統大選 什麼川普 拜登 所以可以請那個馬瓜 可欣和香菇告訴我們 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要去關心 美國大選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覺得 不難答 因為美國就是全世界 它的經濟體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人關心 是 全世界各國其實都非常關注這場選舉 它就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 然後 也是最強的一個市場 所以大家 再來它的軍事力量也是最大的 所以 川普 或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會影響到 整個全球國際局勢的 然後 我覺得這一場 尤其2020年這一場 特別特別 對台灣人來講 特別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知道 2016年川普上任的時候 川普做了很多的 政策 外交政策上面的轉向 譬如說 他把台灣變成 印太戰略 他就是提出了印太戰略 他使用了印太戰略 然後把台灣放到印太戰略一角 然後還有開始跟美國打這個貿易戰 然後要去 建立一個去中國化的一個供應鏈 那這個都是會影響台灣 未來的經濟啊 然後還有軍事抵抗能力 全部都會去影響的 所以 絕對就是對台灣人很重要的 欸 香菇呢 這 OK 剛剛可欣妳講全球戰略布局 那我以台灣的觀點來講 美國 至於台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 在抗中防線上面 美國跟台灣是有共同的 戰略利益的 對 尤其是台灣站在抗中的第一 防線上面 然後第二個就是 美國長期就是 支持台灣的一個 算是一個力量嘛 你看早期從美元時期到現在 所以美國跟台灣的議題 本來就是 息息相關命不可分 就是就台灣自己來講 不管今年是哪一年 或哪一年的選舉 今年國際大勢如何 所有美國的議題 或是美國所有的戰略布局 跟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本身就是 台灣議題的一部分 應該這樣講 對 其實我們應該是 某些程度說 不一定是要把它當作 什麼國際新聞來看 它就是台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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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涉及到的是 因為台灣議題就是 常常都是跟兩岸議題 綁在一起的 那兩岸議題又是跟 美國又是在 沒有兩岸議題 除了台灣海峽這一岸 還有太平 另外也是兩岸議題 太平要兩岸議題 有道理有道理 不過我覺得 當然我相信大家 可能也都知道說 到底我們這次 美國總統的候選 有哪些人呢 但是譬如說 我猜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總統是川普 然後在野黨的總統競選人 是拜登 那他們的副手又是誰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先來第一檔 第一個單元 誰來競選 誰是接班人 誰來競選 所以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兩組候選人們 我想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都是總統 然後我們要來介紹 他們的副總統 那副總統呢 他的職權其實是看總統 他要放多少的 那 就跟台灣有點像 對 如果這個總統完全不給副總統 就是這樣他做事的話 他真的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那如果他真的給他很大的職權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到底這個副總統 他要關注在哪一個議題上面 也是總統決定的 OK 那所以這次的副總統 就在野了 不是 現在正在incumbent的就是 川普跟彭斯嘛 然後要競選的就是 拜登跟他的副手賀錦麗 賀錦麗 賀錦麗 OK 因為他好像對這個人比較不熟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綽號很好 對於你剛剛講說 所以副總統他扮演什麼角色 是要看總統給予他的職權 對 那我不知道 那你可能觀察比較清楚 那彭斯在這四年 就是他現任的副總統嘛 那川普有沒有給他特別什麼 那他負責什麼事情這樣 其實彭斯一直以來他的 我個人的觀察啦 我覺得他的職權沒有到非常的高 然後他大部分都是比較是 川普做什麼之後 他就會進一步再做一件事情 但是這一次Coronavirus 是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就有讓彭斯去主折 去防疫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那個嗎 把那個推黑鍋給他嗎 對 你說的喔 不是我說的 他可以這樣被解釋 目前是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但還是 但因為應該講說 川普這個人真的是 就是聚集了全世界媒體的焦點 所以就算是彭斯在主折 或者彭斯有很多就是涉入其中 大家還是會一直看川普 因為他 他天天在那邊推特嗎 推特網 推特網 對 那我又想要回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組的副總統啦 就是拜登 那拜登當然對他 最近可能開始聽過他越來越多的名字 因為可能各種這個所謂的謠言 或是八卦等等的 但是我也想要先回到 那他的副手 因為我相信大家更不熟悉 賀錦麗 賀錦麗 他是一個什麼樣子 對他是什麼樣背景的人 賀錦麗他的英文名叫Kamela Harris Harris 你會發現Kamela Harris 跟賀錦麗一點感覺關係都沒有 因為賀錦麗就是他真正的中文名字 對 真正的 他不是英语 就是他自己就像我們取 英文名字一樣 Mark或是什麼的 或是Mushroom香菇 對 但是他的英文名字也不是真的叫Mushroom 這是他自己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不是他自己為自己取的 那是誰幫他取的 這很重要 誰幫他取的 好先講一下賀錦麗 他以前是 他以前是加州的參議員 民主黨 民主黨的參議員 那他在擔任加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之前 他是加州的檢察官 總檢 對檢察官 不是那個D A 就是 檢察長 對 我們有外援 District Attorney OK 然後呢 對有個場邊指導 感謝場邊指導 然後 那這個賀錦麗他在當時 因為你知道加州是有很多外來移民的 然後尤其他是在灣區 就是在北加 舊金山那一帶 那那一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華人 然後他在那一帶就跟 那邊的中華會館 有很深的一些關係 中華會館 聽起來就很華 就是 有多華 政治宅 那麼華 不用聽起來他就是 對 你這樣講我就懂了 OK 因為他們跟他關係很好 所以賀錦麗他在 他的名字就是中華 應該是中華會館他們 對 中華會館幫他去 對 所以他才會有個中文名 那就可以知道 他在 就他有被一些人質疑啦 就是 OK 因為他的身份跟過去的 所以 我們各位 所以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他跟中 廣義的中國的關係是 非常的友好的 我不敢說他友不友好 但我要講的是 他靠他們等到很多選票 所以他要服務這一群人 你要說是親密的啦 對 親密比友好 你這樣也比較好嗎 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關係 對 因為 因為我覺得大家比較少去討論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 川普怎樣 拜登怎樣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討論 去針對副總統去討論 我覺得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整理一個資料 就是 像大家都知道 這個 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蠻一個蠻可敬佩的事情 就是有兩個老人家 在很努力的爭取一份工作 我們講一下分別幾歲好了 對分別幾歲 我們剛剛講 先講這個川普 現任的美國總統 他現在幾歲 70以上 74歲 其實很厲害 74得到COVID-19 竟然還 還好了 你現在回想 你自己身邊認識 74歲的這個男性 是不是就 你可以想那個畫面 他要每天這樣飛飛機 然後他發推特 發的超級 他中氣超級 超級 對然後講話 天天講 那拜登 拜登就更厲害了 他已經 77歲了 但是他如果當選的話 他就78了 對就是就任 他生日快倒 他生日快倒 我們在這裡就 預祝他生日快 OK whatever 那為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講 那為什麼這個年齡 會讓我們想到副總統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特別去查了 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是77.8歲 啊 很危險 通常遇到這情況怎麼辦 就是如果總統有 就是 不幸的發生什麼事情 不幸的 對對 對 那就是副總統 對 美國有個就是排列 就是如果不幸 或是打仗 死掉了之後 他們會有 就是一個排列順序 那第一個順位當然就是副總統 然後再來就是 眾議院院長 然後再來他們有接下來的排序 那 所以如果 拜登今天離開了 拜登現在看起來 就是 狀況是還不錯 真的喔 我覺得還蠻硬朗的 對 算是硬朗 很多人說他就是神智不清 但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 不這麼認為 但anyway 就是他目前 還有他的就是 健康condition 是目前還可以的 但他自己就講過 因為 畢竟78歲嘛 事事難料 所以 所以 這種話題要 要認真 好 交給你講 對 好危險 不敢講 所以他其實自己有講過 就他現在選的這個副總 是隨時 能夠接任的 喔 那說真的 他這麼一講的時候 我就擔心 超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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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個人是 對於 賀錦麗 就尤其是 如果大家有看副總統辯論的話 他在針對 他在針對 什麼環保議題啊 或這些議題 我都還蠻認同 但他一講到 中國議題的時候 他馬上第一件事情 是先正常啦 就是先會批評 就是你的反對黨 那他就會批評川普 然後呢 批評他的是 整個他的外交政策 在從外交政策 收斂到 俄羅斯 他是不是有個比喻 我記得 他是比說川普 對 川普跟習近平嗎 對 他是怎麼講的 他是說他覺得 我覺得他 確實是有一個 美國的民調 就是Pure Research 然後他有去做 全球的一個民調 然後發現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他是用哪個字 不喜歡川普還是什麼 不喜歡習近平 這樣去比較 然後確實就是 習近平跟川普 都是在 被討厭的 被討厭的 就是國際 然後而且是 川普還更低 然後所以 Kamela Harris 就用這個數據講 就是說 大家還比較尊重習近平 但我覺得他不能說是尊重 我覺得極權政客的 不是政客 極權的政治人物 你怎麼會說 要去尊重他呢 對啊 所以對於這件事情 我很不開心 然後再來是 他叫他去 正視中國問題的時候 他馬上收斂到俄羅斯 那就讓人家覺得 欸 欸 中國咧 那你是不是會了 WTF 你在說什麼這樣子 對 所以說坦白說 我一聽到他講到 中國政策的時候 我完全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聽到現在 我看香菇很多話想說 聽說 是不是 你在美國的時候是住 我在 我住西雅頭啊 不也是西岸 對不起 你是西雅頭 我以為你抖了一下 太可愛了 對 所以 那你在那邊的這個 這個感受 還有就是剛剛你看 你對這個 賀錦麗的這個感受 所以 到底美國人當地 還有你 或是你自己 對他們的看法又是怎麼樣 你說我們當地嗎 華盛頓州不用講啊 超藍的州啊 超藍 超藍區 超級民主黨 這裡科補一下 對 藍在美國就是民主黨 就是民主黨 也就是拜登跟賀錦麗 對 紅就是共和黨 那華州是超級民主黨的鐵票區 華州是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因子去交叉分析 不管你怎麼樣排列組合 全部都是支持民主黨的啦 包括連中年白人 中產階級白人男性 這個level 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這個level 這個level 在加州是支持共和黨 加州大部分的組合 是支持民主黨 但是 even這樣的level 很共和黨的level 在加州是支持 比較偏共和黨 但是 even是這樣子 在華州也是支持民主黨 所以他深藍的程度 我們可以比喻成 我們讀者比較理解的 苗栗 對 就是不管你怎麼樣 排列組合分析 都是很偏民主黨的 對 那我自己對賀錦麗看法 跟可欣差不多 反正他 就是對中國這 就是不行 但是有朋友分析說 就是他們推出 這樣子的候選人物 是一個女性的角色 而且他是 而且他是 少數族裔嗎 印度裔 他爸爸是 一個是印度裔的 一個是非裔的 然後這樣子 身份上 族群上 其實又能補 補上拜登的 白人的那樣子 白人經營 但是身份 應該是 他是怎麼樣 先射箭再畫吧 應該是這樣 他就是先把條件開出來 然後再去 這個條件再去 Friend 哪一個人 但他會選賀錦麗 也有一部分是 因為 拜登他 他自己是中間派的 就很多人會說 他怎麼 他是左派右派 他其實真的是中間派 那 那如果他是中間派的話 他也要去找個中間派 然後他們也覺得 美國現在是越來越的 激化了 那既然越來越激化的時候 他們希望找一個 比較偏中間的 那 賀錦麗其實過去 他是偏中間派的 就是大家給他的定位 比較偏中間 他也不是特別強調 Liberals那種 也不是 他其實 他以前當檢察官的時候 很多的行為是還蠻 Law and Order 就是還蠻 蠻嚴厲的喔 蠻 蠻Trump的 那這樣他是不是比較能撼動 所謂的中間選民去支持他們 但是他的主義 就是另外一文 就是他的膚色 他的主義 喔 主義喔 對 又是 喔 還有他是女性角色 這有點皮到偏左一點點的 OK 他有這樣的一個 他的身份有這樣的標籤在 對 但是他的政見或是行為 過去的這個行為 是比較靠中間的 對 喔 Robin有什麼要補充嗎 還是我們現場有一個 神秘的 神秘的 又再自我指導 對 我是觀測戰的小編之一 對 欸 你們剛剛在討論什麼 副總統開始講 然後賀錦麗啊 的狀況 嗯 你有什麼要表達的嗎 就是關於他們這次選副手的策略 我是覺得 拜登會選賀錦麗 就像你們講的 很大部分原因是 他為了要補足他選票上的 的一些弱勢 像是其實拜登他一直很想要 得到一些不去投票的 選民的那些票 嗯 那那些選民 就有民調去調查說 那些選民大部分是由 呃 年輕女性 年輕人 然後是 有色人種 組成的 對啊 就完全符合賀錦麗的那些 對 符合她的背景 因為她爸爸是呃 非裔的雅買家 媽媽是印度 OK 對 對 那這是一點 對 那 呃 賀錦麗的 賀錦麗的立場 剛好也可以補足 就是拜登 剛剛你們講的 他所謂中間派的補足 其實他們 在第一場 他們在那個 呃 民主黨在辯論的時候 其實賀錦麗也是 罵 罵拜登罵了嗎 對 他也有參與民主黨的總統初選 對 他是罵超兇的 罵到就是 兇到就是 川普很驚訝這樣 拜登會選他 罵什麼 他會罵什麼點 有沒有講幾個 呃 像他們一個 比較 有爭議是那個 他們用 巴士 來 來解決這個 種族問題 巴士 對 巴士 就公車那個巴士 對 因為 以前 因為他們美國長期有種族的問題 所以 那些 呃 有色人種跟白人 他們 因為資源分布不均 所以他們會 有些學校都是白人 然後有些學校都是有色人種 社區學區的關係 對 他們會解決問題 所以就覺得說 哦 那我們就派巴士 把黑人 的學童 送到那些白人為主的學校 嗯 然後後來也變成是 那我們會把白人 送到黑人比較多的學校 對 那可是在這議題上 拜登好像是比較 採反對的態度 那這時候 那時候賀錦毅就跳出來說 他就發 在推特上面發他一張照片說 我也是曾經 搭過那個巴士 上 上學的小女孩 嗯 對 主要是這樣 就嗆拜登 對 OK 所以拜登等於特別找 一個像這樣子 有這樣背景的人 就算即使他 嗆過他 但是因為他剛好 符合他所缺少的那塊 選民 所以趕快把這個拉起來 因為不然好像大家都 沒有動力說要出門 投拜登 讓賀錦毅這樣 比較有一些 特殊的標籤 能夠吸引一些人 因為不想出來投票的人 也能夠出來投 對 我覺得他某部分 就是想要拉攏 就是 民主黨 就是回歸 對 這是 這是 很重要的一點 嗯 對 我想聽聽另外一位副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 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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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對他也比較有印象 是他 2018年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有對 在 保守派 美國保守派智庫 就發表一個叫做 討中習文 就是 宣誓要開始 就是美國政策 要對中強硬的 對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像你們在 對他們的印象 他們發表這個 為什麼是由他來發布 那他發布的內容 對那個時候的美國 對中政策 是真的有一個改變嗎 其實彭斯 這種這樣子的對中的言論 或這樣的習文 就他們常會做一件方式 就是 先彭斯講 然後再來 有可能FBI的某個人在講 然後再來是在這樣 有可能 財務部長講 然後最後再 就是 集大成最後一個人來講 那我們 這 今年也看到 就也有一套 也是同樣的方式這樣出來 那就是先 我忘了誰先講 反正就是 蓬佩奧 最後是讓蓬佩奧來總結 那 所以當時其實 他們都是有這樣算好 就是他們是 整個群體 然後要把 整個花府 他們要做一個 政策轉向的時候 然後就 派蓬斯出來 因為他畢竟是 代表著美國總統 那 可以代表他去 他講話 所以就讓他出來這樣講 那我 坦白說 我對於蓬斯一直以來 我覺得 因為要講說 就像剛才講的 川普的那個 美光燈真的都在他身上 所以大家對於蓬斯 真的印象不深刻 然後 就算這次他是在做這個 coronavirus的這個 combat 但是大家也沒有很 就是真的在看到他 那蓬斯就是一個很 福音教派的人 他非常非常的保守 福音派如果放在台灣的話 你們會用什麼樣的一個 教派去比喻嗎 還是福音派 就是可能 如果台灣的很 很傳統保守 你開始想像就是可能在某些 比如說這個會 比較反同的那種活動 他們會辦類似的這種遊戲 對大概就是那一派的 可是那個數量你不容小覷欸 對 而且他們投票率很高 對對對 他們反而比我們這種 可能年輕人 還願意出來投他們的票 我覺得必須要去了解他們 背後的想法 就是跟這一群人 比較保守派的人 有可能跟他們更多的溝通 所以其實這樣講的話 其實川普和拜登的身體健康 我們都蠻值得台灣去關注的 不只這個大選結果 他們的身體狀況也很重要 關於川普的那個身體健康 怎麼你有八卦嗎 我沒有八卦 只是我有個很見讀到 我覺得很有趣 你知道川普最喜歡吃什麼 蛤 甜食 他是不是不喝酒 他超愛漢堡 他不喝酒 他真的就是完全不喝 低酒不沾 但吃漢堡 他的那個白宮 有一個小小的盒子 上面有個紅色的按鈕 然後按下去之後 核彈會發射 就是那時候大家都以為 核彈會發射或什麼 然後之後他就說 那個時候我忘了哪個記者 他就說 他就問川普說這是什麼 他說你按按看啊 然後那個記者就嚇小 然後他就按了一下之後 突然就有一個人 serve那個可樂上來 就是他只要有 要喝可樂嗎 就按一個 素食 fast food so fast 就按下去 得來素 得來素 Uber eat 這樣會不會有業配的 沒關係 對 川普超喜歡吃麥當勞 他最愛吃麥當勞 然後他的白宮的 你知道川普都有專屬於 他的白宮的廚師 因為他很擔心 就是川普每天吃這種高熱量水 他就在他的那個薯條裡面 加上那個 花椰菜泥 他的那個 不是薯條啦 他的那個 馬鈴薯泥裡面 把它摻一些花椰菜 ok 聽起來不是很好吃 但是ok 白宮大叔很厲害 他就可以就是 變動大家的味覺 這就是一個 不過我覺得 麥當勞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very American 所以他們 我可以想像 川普某種 他所代表的那個價值 那個image 那個意象 真的是美國人會想 這就是我尬的 對 就是吃滷肉飯 礦泉水 對不對 Robin有要補充的嗎 沒有沒有要補充的 麥當勞蠻好吃的 又沒有業配可惡 白白講了 好 不過再回來 因為其實剛剛也提到吧 這個副總統啊 總統他們 這個對於那個 中國的態度 那他們到底 他們兩組人 對於台灣的 態度又怎麼樣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 欸 美國總統應該不會說 我要對台灣怎樣 他們應該比較多是 我會對中國 然後間接影響到台灣 對 可能從那個對中的政策上 看到他如何影響台灣 對 那我們先來複習一下好不好 雖然我們大家對川普 是比較有感 但他目前很明顯嘛 他就是很強烈的去反對中國 嗯嗯嗯 然後讓我們很有感是 喔那個美國官員 最近都一直來 對 來打招呼來顯晃 所以我們就是對於 喔那個 川普這樣的政策啊 就很有好看 而且其實也有研究調查指出說 像台灣 是最 是最支持 川普的 亞洲國家 亞洲國家 然後讓那個 拜登最近也是 投書吧 投書聯合報的世界日報吧 就是來跟我們打招呼的嗎 就是說他會 對 對對台灣 我看世界日報 就是 Blue state 藍色的選民 對 各方面 哈哈哈哈 對 不管是所謂的國民黨選民 或是民主黨選民 對都是 Blue state 所以我就在想說其實他 美國對台灣的關係 其實也扮演一些 蠻重要的角色 然後讓可欣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各自的那種 對中政策 有什麼不同 可能很難一下講清楚 但我們可以大概去各自了解一下這樣子 我覺得在看對中政策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接著說 川普的對中政策 或是拜登的對中政策 應該講說 川普的執政團隊的對中政策 OKOK 因為我個人對川普的理解 他就是一個商人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他為華富帶來一個新的一種氣氛 那他 我在他 他有一本書叫做 他年輕的時候出的 叫做交易的藝術 然後我覺得他到現在還是符合他交易藝術裡面 他的人生原則就是符合交易藝術 那在他的眼中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deal 都是一場交易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把這個deal給談好 那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 那 但是他之所以會對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說川普對中很強硬 那為什麼他跟習近平偏偏說 他是他最好的朋友或什麼 大家會去懷疑 但是對就覺得很矛盾 但是你會看到 然後整個川普上任後 川普執政團隊對中轉向 很多是跟他身邊的人 包括John Bolton 現在已經不是他國安顧問 國安顧問 前國安顧問 然後還有像是他的 蓬佩奧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反共大將 國務卿 國務卿蓬佩奧 那這些人他們都是 主導著美國的抗中政策的人 那在這樣子的氣氛當中 確實整個美國 我覺得整個政策圈 還有學界他們 重新認清了中國他們的意圖 然後他們到底是不是個和平崛起 然後還有他們 他們做了很多這種偷窃智慧財產權 這種行為他們認清了 然後所以他們發現 美國必須要去 去做一個政策上面的轉彎 那以前川普在一開始在競選的時候 他都是在主打 就是你看 deficit就是貿易利差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 你會發現他開始更多的強調 是中國對美國的一些不法行為了 那我覺得這是川普 那他在這樣情況下我個人覺得 在川普眼裡 台灣就是一個籌碼 但我覺得擔任籌碼我們之前講過 那個香菇之前講過 那個籌碼並不是一個壞的用詞喔 籌碼是什麼 就是香菇之前也有講 在槓桿位置 對 距於 距於最關鍵位置的那個什麼 我已經忘記我講什麼 我到底講什麼 是類似 那很重要啊 中間的那個點 對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算是籌碼 但是籌碼並不是一個壞事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要知道 如果我們是在川普眼中是籌碼的話 我們要怎麼好好運用這個籌碼的地位 然後守住台灣 那在拜登來講 我覺得拜登 對大家對於拜登很擔心的就是 拜登他的過去跟中國之間 他在擔任歐巴馬副手的時候 歐巴馬基本上 歐巴馬基本上都在專注的是國內政策 他的歐巴馬care這些東西 那他把這種外交政策是給拜登做很多 那當時拜登就是跟中國發展很親密的關係 多親密 而且我記得你好像有跟我講說他的幕僚團隊 你說拜登嗎 對 拜登的幕僚團隊 他們現在只有重新學的幕僚團隊 但他們以前拜登在跟那個 擔任歐巴馬副手的時候 他跟習近平見面我記得是超過十次的 哇 很多外幣 我記得好像這個數字 而且他有一次見面還超過好幾個小時這樣子 就是閉盟會談很久一段時間 就真的是很好 然後 但是我得講我覺得 拜登包括他們民主黨他們在擔任 那個三組一中政策 然後整個華府的對中情緒有轉向之後 拜登我覺得他有慢慢的去認清中國的一些本質 那再加上美國現在的反中情緒已經是 學者也有 然後學者已經是主流 然後在民間也是主流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個民主國家 拜登沒有辦法太去改為親中或是什麼的 那也要看他們上任之後的一些他們實用的人 那我們的育校 然後我們來 觀測在小幫手 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大家會很好奇 川普跟拜登的對台政策或對中政策 很大原因就是他擔心 不管誰殺人會不會對台灣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那我覺得 其實這點大家有點想太多 因為 一直以來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都是建立在 大家應該聽到就是戰略模糊 對 這種說法 那 戰略模糊其實是從那個時候1979年 台灣關係法那個時候開始 那大概是在 應該是台灣關係法的 我沒記錯的話 我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第二條 第壁項 反正它裡面就是講說 他們美國不希望 中國用非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台灣的前途 對 可是 這個就是他們 戰略模糊的藝術所在 就是 它其實是兩面的 它第一面是 美國是對中國說 喔 我沒有 我不希望你來 就是主動來攻擊台灣 然後 可是他對台灣 他對台灣 另外一面是對台灣 他對台灣是說 我也沒有說 中國來打你的時候 我一定會來保護你 所以是一種曖昧的狀態 對 曖昧的狀態 就是因為 他飄… 受盡委屈 對 我想要解 謝謝你幫我解 我有點羞恥不敢解 對 他曖昧美的地方在於 中共不敢隨便亂 那個就是 就是行動 那對於台灣這邊有一些 希望台灣能夠獨立建國的 其實美國也不希望 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覺得 台獨的話 可能會造成兩岸的緊張 然後會造成戰爭 那美國就勢必得介入 所以 其實美國對台的政策 一直都是建立在戰略模糊 那可是最近 學界有開始有出現 戰略清晰的這種說法 對 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有兩派學者在 《外交事務》雜誌上面的辯論 那主張戰略清晰的是 那個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 叫做Richard Haas 那他為什麼主張戰略清晰呢 第一點就是 他覺得其實台灣 內部希望獨立的聲音 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 目前 短時間內 台灣並不會採取獨立這個選項 也就是說 台灣不會主動來挑起 兩岸之間的戰爭 那 一方面是他覺得說 中國他最近 那個 在南海啊 那方面的軍事行動 非常的活躍 然後中國的軍事 預算又是台灣的15倍 所以他覺得美國要 在中國還沒有 侵略台灣之前 就先對他 威嚇 嚇阻 畫下明確的紅線 對 那另外一派是 主要是以那個 CSIS智庫的格萊儀為主 那他是 主張戰略模糊 那 不是說戰略模糊不好 而是他覺得 戰略模糊相對來說 是比較安全的選項 因為 他覺得 在美國現在 怎樣 大家不高興嗎 台北在錄音的現場 好像發生了點地震 所以我手機掉了 好 OK 那我先繼續 反正戰略 格萊儀就是主張要戰略模糊 那他是覺得說 在美國現在國立 國內政治很亂的時候 那 萬一美國 主動說他要保護台灣 那這個時候中國會覺得說 那你只是空口說白話 你自己實際上 你自己實力根本就還不到 那你覺得中國會怎麼做 他最好的選項就是 馬上攻擊台灣 就是不要等到 美國已經準備好再攻擊台灣 OK 所以說破了反而就 給了一個他很明確的 中國一個很明確 要下手的時間點 對 沒錯 那 最近就主要是 這兩派的人在辯論 可是呢 這個辯論最近 在大概四五天前 已經被終結了 就是被那個 蓬佩奧終結 他怎麼說 蓬佩奧就直接說 我們的對台政治還是 保持戰略模糊 OK 對 那我覺得大家聽到這邊 也不要太回心 因為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 以戰略模糊為主 可是 不同的美國政府 對台灣 還是會採取 不同程度的友好 對 那 我是覺得 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可以從幾點來分析 第一點是從他個人 那 他其實也有投書 那他在 外交事務投書那篇叫做 為什麼美國要再重新 離島世界 對 他一開始就批評川普 就是 川普他都搞那種 單邊主義啊 退出世界組織 那 他其實是反對的 他覺得應該要 集結大家的勢力 然後來 來制衡中國 對 那 對 這個是第一點 所以我覺得 拜登他會採取多邊主義的方式 來對付中國 對 那 可是拜登還有講說 他會在 像是一些比較跨國的問題上面 會跟中國合作 對 像氣候變遷嗎 對 移民問題 因為這種問題是 美國他現在內部 沒辦法 憑一己之地所解決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對 那可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就算是 川普他採取 拜登他採取多邊主義的話 他在安全這個議題上面 他可能還是會採取 跟其他國家合作來制衡中國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 比較不需要擔心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就是雖然 川普跟拜登他們的對中政策 或是 或是我們可以理解到 一部分的對台政策 也許在 這個 這個說法上 包裝上有些差異 但其實整體的美國政策 其實並不會因為誰當選 而有太大的改變 比如說整體叫做戰略模糊 應該已經定調 然後 但是還是維持著 所謂1979年台灣關係法 以來的就是 這個 你如果敢動 中國如果敢這個動的話 就是我會 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維持這樣 但是我也不會 promise說 所以台灣你可以亂來喔 對 有點像這樣 維持這樣一個模糊 那 基本上也不 這種這樣的政策 不會因為總統是誰而改變 也不會因為是哪一個政黨所主導 而改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頂多在挺台的力度上 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他首先應該會先處理他的國內的問題 對 因為 其實 其實我們台灣當然當然很關心安全問題 可是對於美國人來說 呃 foreign policy 他這不是他們的priority 嗯 他們 前幾項關心的是 經濟 對 第一名是經濟 然後大法官的人選 大法官那已經結束了 那已經沒救了 對 經濟還有就是 就是那樣子 國際外交政策 只排到第10還是第9 就是 國際外交政策 對 哇那這樣聽下來 欸下禮拜大選我可以不用看這樣嗎 哈哈 因為反正 你想不到 你沒得同 你沒得同 沒有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玉校很不錯 就是真的解決了一個 我的心中的困惑 就是因為 我們關心美國當然就是會擔心 某一方的政策 可能會影響到台灣的權益 或是什麼之類的 不過這樣聽起來好像 一定還是會有不同吧 就是程度 就是那種親密的 親密的程度 因為都在曖昧的狀態嘛 那有些會比較親密 有些沒那麼親密 會比較多看電影的機會 OK 你說的 你舉的意思 就是 會有點不同 對 但我覺得剛才玉校講的 就是完全沒有錯 但他講的比較是 針對兩岸上面的問題 對 但如果我覺得 台灣還是要很注重的原因 是因為 美國對中的政策一定會影響 尤其在經濟面上面 一定會影響 像是 我們只要打貿易戰 然後台商回流 這就對台灣有很大很大的影響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 還是要看 要看 開玩笑 對 因為其實拜登 他本身 本人是不支持貿易戰 對 然後也有一些報告顯示說 貿易戰它是傷害到美國的 甚至在2018年一開始 他們就覺得說 就發現說 貿易戰讓美國損失了 30萬工作機會 然後再加上 他們已經有那個 第一階段的貿易的談判結束了 對不對 那他那個手上是要求 美國要求中國要達到 是多少 買農產品 兩億美金的那些農產品 我忘記了 但沒有辦法 相當程度 蠻高的數值 對對 可是到今年八月 就是中國才達到四分之一而已 對 因為也是因為疫情 他們沒辦法買這麼多的農產品 川普一直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降低中美貿易逆差 可是 有人有發現說 其實中國它在今年五月的出口 反而是成長 對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因為中國它是靠著疫情 因為疫情它要賣那種個人 防護裝備 OK 醫療器材等等 相關器材 對 或是說我們現在要work from home 的這種 家用的這種消費電子產品 它反而大賺一筆 所以 在這兩個層面上 其實 貿易在某程度來說 反而 對美國沒有那麼的有利 所以我覺得 拜登上台的話 應該會 會用不同的方式 想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光靠制裁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其實有點像是你 對台灣而言的 台灣first 不一定是 美國first 對 兩國的最佳利益 是有點抵觸的 對 對美國也許貿易戰 對他們也許不利 但對台灣有利 對 好啦沒關係 反正我們好像很怕 投他們的票 我想回來聊聊 就是因為 我今天分享 我在做這一集之前 雖然我是抱著一個 就是你知道 觀測戰會幫我們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重來的心情 但是我還是想說 那我就嘗試從一個 呃 台灣人 然後可能也沒有太多 美國媒體資源的人 去看資料 可是我覺得現在 呃大眾媒體 或是說我觀念之下去 我找到拜登跟川普的資料啊 都蠻模糊的 就是確實 或許我剛剛聽到的內容 會是 比我就是在網路上 Google亂找的 就是更精彩 謝謝幫我們這樣推薦 沒有我想說請可欣幫 可不可以幫我們推薦一下說 欸如果我們想要關注 就是想要更進一步關注 無論是川普的立場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拜登立場內容 我們可以看哪幾個媒體 如果有一些基本的英文能力的話 喔英文 我剛才蠻想說 就是觀測戰 喔 觀測戰一定要看 除了觀測戰之外 對 好除了觀測 你是說講英文媒體嗎 都是 或是你有推薦的 或是法文媒體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就只能Google 然後Google跳出來 就是可能就是 呃不能講名字 但是就是那幾家 對 我覺得大家要 呃 要在閱讀這些新聞的時候 還是要知道每一個 呃 新聞媒體品 他們的角度 嗯 還有他們著作的東西 那像是New York Times 我自己滿喜歡New York Times的 那New York Times 他們已經很明顯就跟你講說 他就是要支持拜登 所以你就會知道 他是有一個立場在的 那我覺得每個媒體都有立場 那當然每個媒體的立場是什麼 網路上都找得到 Wikipedia 維基百科都上面都有 那我覺得知道了這些立場之後 那再去看他們的新聞 那你自己成為 就是你成為 不要是被動的接收資訊 而是主動的去去查證 那我覺得會是最好的 所以哪一些媒體我推薦嗎 那你推薦你自己有在看 好像比較中心一點 除了握草之外 你自己會看的 會你比較相信 或是會覺得 比較有參考價值的 我自己有 第一個是Politico 是美國在專門做政治類的 這要教大家一下怎麼評 因為那個可能大家會答錯 對 P-O-L-I-T-I-C-O P-O-L-I-T-I-C-O 大家請搜尋 Politico Politico 歐結尾 歐結尾 然後還有另外的華府常會看 叫The Hill 山丘 山丘 我以為是地獄 不是 這是HILL HILL的話 H-I-L-L 就是山丘 就是國會山莊的那個山丘的意思 他們是很多 就是 國會人員或他們自己會比較多去看的 那這兩個是我還蠻推薦的 然後還有其他 等一下我回來問一下 這兩個主要他們的 傾向嗎 傾向或是 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傾向 這兩個我個人是覺得比較沒有到 他們的立場到這麼的明確 但是 他們的東西就講比較細 因為很多是在講一個 有可能你們都沒有聽過的一個 譯語的參議員他們 他們是講這種比較細 然後如果對國際關係有興趣的 Foreign Policy跟Foreign Affairs 是一定要去看的 就是他們會有很多有名的 這種很大咖的學者在上面分析一些 評論 或是筆站 對筆站 對 你也有在看是不是 戰略分析就是在Foreign Affairs 他們有陪我有付費牆 你偶爾就要換成那個 無痕的視窗再開一次 你不可以這樣子 就要支持 那麼好的 那麼好的平台要支持 對要記得付錢喔 對 好 其他的我覺得幾個大報 我覺得都可以看一下 什麼Washington Post Wall Street Journal New York Times 都可以去看一下 但你就是要知道 像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他們就是比較偏民主黨的 那Wall Street Journal 是比較偏共和黨的 那直到之後 再去看我覺得 OK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蠻重要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大家 因為現在台灣有很多人 不管是 好像沒有很多人去支持拜登 但很多人會支持 這個會是 也可以說是挺川 或是支持川普的某些政策 但他們有時候去分享的一些 那些新聞的來源 其實可信度 其實是有點爭議的 對 其實有些消息來源 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較正式的媒體報導 其實多去找那些報導 也不一定要去分享 因為有些新聞來源 確實蠻神秘的 大家其實可以多找找 會有更有效 有真實性的報導 對 我覺得最後補充一點 對 就我剛才講的 順他們都有立場 那我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 他們就大嘛 所以他們聘請到的記者 都是比較大開店的記者 然後這些記者 他們比你還更在乎他自己的名譽 所以這些記者 他們也拿到薪水比較高 然後他們的 有可能學士或是什麼 他們的經驗比較多 他們真的會比較認真的去做他們採訪 他們採訪真的是有很多證據在上面的 那他們也可以找更多的學生 因為他們錢就比較多 而且他們內部的 通常這種比較大報 內部的這些審核機制 也會比較完整 對 他們自己內部有時候還會有那種 Fact Chat或是Editor 他的編輯也會在叮你 那你這個有沒有確認 你這個有沒有確認 所以我還是推薦大家大報 對 但只要知道他的立場是什麼就好 對 沒錯 蠻缺的 因為最近謠言很多啊 超多的 我雖然我有聽到一個謠言 可是我後來發現那不是謠言 就是 我就聽說什麼 川普會亂 會在那個什麼 川普 就是如果選票太接近的話 他會想辦法勾到 就是勾到他當選這樣子 是嗎 你意思說因為 這個應該是回到說 因為我們雖然剛剛前面講到說 美國總統大選是 11月3號 11月3號對不對 但是不像台灣 就是那一張張紙本票 開完念完 OK 就拍板 因為美國有很 現在因為包括疫情的關係 他們有很多種投票方式 對 像譬如說有 來我們請專業的來解釋一下 有郵寄投票 郵寄投票 有分就限當天投票 跟 early voting 早點投票 提前投票 那提前投票 那當天投票當然就是 你就當天去投票嘛 那 early voting的話 就包括實體的 你自己走到 每個週又都不一樣 就是看你 根據那一週的規定 然後有可能在前一段 就是選前的一段時間 你可以去投票所 然後去投票 或是你直接用寄的 所以 對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種方式 然後每個週的規定又不一樣 而且它 我記得就是 他們那個投票方式不像台灣一樣 是幾張就是 幾張票就是代表誰當選 對不對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選舉的姿勢 對 這個解釋起來 嗯 它有選舉人團嘛 那選舉人團可能是 聯邦的參議員跟中議員所組成 那當然越大的州 人口越大的州 它的選舉人團數就會比較多 那他們就是贏者全拿的方式 譬如說你在 譬如說你在德州 那假設 某一個人 某一個候選人 他的總票數 假設川普好了 他就算多一票的話 他也是把整個 德州的選舉人票 全部拿下來 就是 對它是贏者全 只有兩個州是例外 只有兩個州是按照比例 嗯 那我有點忘記 那兩州的選舉人票 可能沒有那麼多 對 所以 然後最後再加總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我們上次Podcast有講過 就是 他會根據你 最後這個 這個選舉的結果 然後 在明年一月的時候 選舉人才會 走進 那個投票所去投票 OKOK 那這樣我想要用 台灣來理解 對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用美國的 那個選舉制度 來選台灣總統 就是譬如說如果新北 假設說我們用這個 韓國瑜跟蔡英文好了 假設說韓國瑜在 在新北市 贏了蔡英文一票 嗯 那他最後就可以 得到一個選 他可以得到全 台北市的選舉人票 就是 因為他人口比例換算 很簡單嘛 你就想 立法委員有幾 新北市12席 新北市12席嘛 台北市好像是8席嘛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如果你台北市 假設是蔡英文 贏一票的話 你那8席就拿下 就拿大票 然後 然後新北市如果 韓國瑜贏一票就拿12票 就拿12席 那這樣子會 就是有一些黨 就是比較 州比較大 所以他們這個很關鍵 有個東西叫做搖擺州 所以苗栗 苗栗州 或是深藍州 拜登就不用去跑 韓國瑜也就不用去跑 為什麼 因為我一定贏超過一票以上 我根本不用去 我就去那個5050 比如台中 我就去 因為我台中贏那一票之後呢 我整個就可以翻過來 對 我可以馬上灌進 六席嗎 台中幾個立委 糟糕 六票的選舉人票 大概這種感覺 對 所以他們常出現一個結果就是 呃 我的總統 我總得票數喔 投給我的美國人民 比較多 但是我最後是輸的 選舉人票是輸的 那大家應該也要 上一屆就是這樣 大家都在哭喊 04年跟16年 對 還是00年 00年 啊高我 總之 共和黨有兩 這20年來有兩次 都是 是因為選舉人團制而定 選舉人團制度 對 那我想知道就是 到什麼樣子的情形 會讓最後的總統是由大法官來決定的 喔 這個就是當 就是有很大高度爭議 我記得當時00年 04年嗎 高爾 就是布希跟高爾 D的時候 他們就是因為 有巨大爭議 就是他們 就是也是因為選舉人團的這樣子的爭議嘛 然後到最後他們就決定好 讓大法官來 對我只補充一下 好像那時候是因為佛羅里達州嗎 喔 對對對 因為佛羅里達州他在Swing 他算是Swing State裡面 搖擺州 對他Swing State裡面是 票數最多的 好像是有29票 選舉人票 對 你可以想像就是你其實只要拿270 那他光一週就佔了29票 因為美國的總共的選舉人票是538 所以你拿了270就贏了 然後這270之後搖擺州的佛羅里達州是 29票 對29票 所以就超過1.10 對那個時候好像是因為他們 他們票數非常的接近 你說兩個候選人的票數太接近了 對 然後最後是小布希嗎 他多500多票 然後就拿全部的29個選舉人票 喔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不公平 或者說覺得有問題 當時有時候Recount 就是我們要重 有不同陣營要重新計票 對 但最後還是沒有就是 有炒出一個結果 最後就上訴到大法官嘛 然後就大法官直接決定是誰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現在大法官的政黨狀況了 對 可以讓我們聽眾了解一下 目前美國大法官的 美國大法官總會有九席 那呢 所以平常 以前啦 就是我們知道上個月 那個有一個很有名的大法官Rub RGB RGB RGB不是那個藍色綠色紅色RGB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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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B他過世了嘛 那RGB他就是自由派的大法官 那他過世之後 在他還沒有過世前 就是自由派跟保守派大概就4比4 然後其中有一個 他是偏保守派 但他有時候還是會投個自由派 嗯 所以這樣才蠻平衡的 對 那RGB死掉了 過世了之後 他過世之後 那川普很快的就換上了一個 昨天才上任的 嗯 才宣誓的 這個新的大法官 那這位女大法官呢 他就是非常保守派的 所以現在的 九位大法官裡面 保守派是 保守派的大法官是佔多數的 那保守派也 通常啦 是比較偏向共和黨的 嗯 而且大法官是終身子 大法官是終身子 喔 美國大法官是終身子 對 不像台灣是有任期制的 對 所以身體健康很重要 就在美國身體健康很重要 在美國身體健康很重要 不要從政 從政的話也是 對身體健康很重要 新的這個大法官 這個女大法官 她蠻年輕的 我記得40幾歲 40幾歲 對 所以她還有就是 如果剛剛講說平均說明是大概78 但女性通常在高 如果80左右的話 她可能可以當30年左右 對 哇 這個影響確實是蠻大 所以如果我們這一次的 川普跟拜登大選 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然後必須要上述到 大法官的程序上的話 其實相對就是 大家就會知道是對川普比較有利的 對 可以這樣 對 所以川普才那麼堅持要在選前 趕快決定人選 對 其實當時一直都說應該要選候 因為其實在四 八年前 八年前的時候 好像類似的狀況也發生 然後他們就等到選候 再換一個大法官 但是這次川普就是急著說 一定要再選前趕快換一個 對 我突然想到我覺得這個 聽這個沒有節目的時間 畢竟還是有限 那有什麼機會 其實可以現場 聽到美國台灣觀測在 對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光是 今天聊這些東西 就已經得到很多 我們平常靠Google得不到的資訊 就是一定要問這些專家才知道 對 那怎麼辦呢 我們有沒有機會在 現在到底哪裡可以真的去聽到 現場的 這麼重要的這個訊息 哪裡才聽得到 這業配太明顯了 你很快 11月14 哈哈哈哈 害羞了是不是 還沒準備 你們鋪陳鋪的好辛苦 對 就是11月14號 我們要辦見面會啦 喔 怎麼會在我們節目宣傳他們的見面 工作坊啦 大家來 大家來 而且要講我們這次工作坊要邀請到誰 我們邀請到 兩個重量級人物 宋承恩跟賴宇宗 喔 真的都是在台灣 都是在台灣的 對美國 其實廣義的國際議題都非常了解的台灣的專家 超級重量級的專家 而且他們兩個同時就 一 遇孝邀請的 兩個同時就答應了耶 我嚇哭 講一下亮點 如果我們參加這個活動有什麼樣的亮點 可以得到什麼 有什麼紀念品 我覺得光能夠看到賴宇宗跟宋承恩老師同時一起跟你講解國際關係就已經夠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搜尋到這個活動訊息 請上網 上網到我們的觀測站的粉絲專頁 然後它就是我們的置頂的貼文 然後大家之前有比較擔心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之前的付款方式是用PayPal付款 那台灣有些人沒有用PayPal 那我們現在新開了一個是可以使用郵局的匯款方式 就大家可以直接到郵局匯款 然後呢 付費活動 對付費活動 然後在這邊推薦一件事情 我們除了賴宇宗老師跟宋承恩老師他們的分享 就是講解就是大選後的台美關係以外 我們下午我們是整天的喔 我們下午還會有個桌遊遊戲 欸很好玩 是就是民意 就來聊整個公民議題 公民議題的 對 說聊公民議題的桌遊 聊台美議題 台美議題 對 的桌遊 喔 你又報名嗎 可是他說要收費 欸 租場地也要錢啊 總共只要多少錢呢 500塊 500塊 1000塊有找 1000塊還找你500 有付午餐嗎 午餐沒有 但是在東區 所以那邊的食物超好吃 但是賴宇宗跟宋承恩老師 對 沒關係 等一下在節目之後呢 我們來跟這個 這個觀測站的朋友 去殺家家 看看有沒有臥槽的這個什麼支持者 可以去打九折這樣之類的 我們來去查查看 好我們來討論一下 好 對那好 所以大家記得喔 如果對這個美國觀測 美國台灣觀測站的活動有興趣的話 去他們的粉專 去找他們置領貼文 沒錯 其實只要500塊 你可以玩一整天 你可以玩桌遊 又可以聽到 這個國際政策專家的發言 而且你們又可以 現場看到那個觀測站的人 大概長得圓的方的 對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圓的 先跟你講 對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們這個報名資訊連結 應該可以直接放在我們這個 可以可以 這個資訊 對大家 應該會比較快 會點嗎 會啦 會點 對 通過這個連結點進去的 說不定可以打折 人家來我們這邊也錄了好多集節目 貢獻了不少內容 貼個連結會怎樣 沒問題 還有一個敲碗的話題 你要回應嗎 敲碗 就是我們有粉絲跟我們敲碗 不要再歐了 好請說 來來來 范范范 好這個真的是 聽到最後的人才知道我們會 講這件事 沒有因為 最近的可欣跟萌萌就是 有上公視之夜的 一個對談的 公視主題之夜 公視主題之夜的對談節目 其實我本人是沒有看啦 所以他敲碗的時候我也很困惑 想說 是不是引起了一些話題 然後想說你們兩個 給你們兩個一個機會 幫我 跟我們的資深粉聊一聊 來來來 可欣 可欣 還在現場嗎 可欣 我們現場連線 可欣 我覺得我很榮幸 還是很開心可以 就受邀到公視這個活動 但是我自己得說 就是 他是禮拜五會播嗎 那在播之前 會放 我們被邀請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有看了一個紀錄片 那那個紀錄片的英文名叫做 Trump Almighty 萬能川普 川普大大 川普大大 對 然後 坦白說 當時 當時我那時候一看完 我馬上跟洪國軍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說 等一下妳剛剛講的我的本名 是萌萌 萌萌 對 我馬上跟萌萌講 就說 這個東西可以播嗎 在公視上可以播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疑問呢 因為他真的就非常反傳 但是製作人也有跟我們講 就是 他之所以會播 就是因為說真的 現在好萊塢或是拍片的人 他們基本上都是蠻反傳的 對 就他還真的找不到 就是比較平衡的一個影片 然後再加上他們一些 就 版權上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們只能找得到這個影片 嗯 那我覺得也是值得參考的啦 那到 就是 目前 這一個 這個節目已經在公視的 Facebook上面直播了嘛 就是 首播啦 首播對 那我是接收到蠻多的 批評指教 各方意見 那我覺得 就是 就是針對我們的 針對 我今天就有跟一個網友聊啊 他就是 他就是有在講 就是他覺得我的言論 有意見嘛 嗯嗯 對 那我有跟他回 那他就我就說 他還有針對我其他的一些言論 提出一些意見 那 就是我之後 我不認識他 但我已經跟他約 就是 下禮拜要一起喝個茶 就是 還不錯耶 我以為你們要約 11月14號 我只要500塊 就可以跟 這個觀測在小邊 現場溝通 沒有我就覺得 就可以好好來聊一聊 就如果你對 就是對於我的想法 有什麼 就是不要人身攻擊啦 嗯 就直接來聊聊天 其實我覺得這心態蠻好的 就是 當然每個人都有立場 跟自己的 學習經驗生命經驗 可是如果 真的能很理性的來 談一談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都 蠻願意去聊一聊 對 對 我想說 你還是要回應一下 其實我自己覺得 當然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有在自己 臉書上寫一篇文 那蠻多 有一些人有去 comment 或是等等 那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我在痛幹公司這個節目 但其實我必須說沒有 因為 我雖然就是在整個 這個 貼文中 我評論很多他們的一些 啊這個 run down的缺點啊 有些什麼問題啊 聯繫上等等的 但是其實我有點 非常讚賞這個節目 嗯 他取代了蔡食品主持的 主題職業 欸我可以現在講出來嗎 喔 等一下 香香菇倒酷 倒抽一口氣 倒抽一口氣 對 就是 我覺得都都比較了嘛 那我們可能之前對有些節目 有些疑慮 或覺得有些不滿 那我們說欸 你對我們是對這節目 也是有批評啊 當然我們要去參加一個節目 我自己的理解啦 當然是給他批評 他才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 我很不吝嗇的 就給他一些批評 但是我會寫這個批評 也是因為 我們覺得 他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對 所以同事幫他咪也配嗎 這個禮拜五 晚上糟糕幾點 反正在禮拜五晚上 對 公視會播 公視會播 對 公視會播 就是電視上的正式上線 上禮拜是網路版的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可以看看 那 那個就像剛剛講 他紀錄片也許就很 被大家認為很穿黑 那也沒錯 但是我覺得你就去看說 好 所以穿黑門是怎麼想的呢 我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也不錯 或者是說大家在節目內容 會批評說 那幾個 語談人啊 也許有些這個 辯論的內容啊 或者什麼 好像沒有做好準備 或是有點 也許被人家說空洞什麼 欸 我覺得這些批評也是有道理 但是 你不要只聽別人批評 你自己來聽聽看嘛 聽聽看說到底有多空洞 或是誰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 蠻值得去聽的 都可以學習到一些事情 對 喔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 我有聽到網路上說什麼 就是公視他們 特別找來一大群穿黑 要來罵川普 真的沒有 你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你會覺得我們是什麼 穿黑嗎 對啊 他發了很大篇 不是在講拜登的 好 對 就可以飯去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去驗證 這個東西 不要這個 只道聽圖說 我們真的自己來看看禮拜五 可以看到可欣跟 萌萌的表現 對 我看的是方來源的 欸你們兩個這樣講 有滿足那個 大家對你的困惑嗎 我其實不太確定 應該可以吧 沒關係啦 夠好了 不然這樣子 如果大家還有疑問的話 請11月14日 只要花500塊 可以現場問可欣 欸你咧 你人咧 你要不要也花個500塊 然後就順便來問你 欸 然後也可以問可欣 關於這個 我的問題 然後他會再轉述我 不然不然我們來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好了 我來放一個連結 如果這個連結 哈哈 他的導流情形 有到幾位 你就參加 什麼是這樣的 你說那個定期定的連結 不是 導流過去的連結 超過 欸你們還剩幾個名了啊 欸這個可以講嗎 欸 我們不到一半 就是 現在只剩下 所以先搶先贏 趕快 趕快位置不多了 十幾位 好我們有超過十幾位 報名的話 哇 全部都要成功過 從我們這邊來 然後我這樣子的話 就怎麼樣 萌萌就考慮去一下 對就考慮去一下 好這個這個說的好 考慮 我們會考慮 好 好 那我覺得 其實其實今天很開心 可以邀請關車站的朋友 就是來跟我們一起錄這個節目 其實希望以後未來 大家還有 不一樣合作機會 因為其實除了主持人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關車站 其實還有很多小編啊 還有各個資源他們的團隊 來做這個節目 然後我們在討論內容之後 其實也不只是 只有我們線上聽到這四個人的聲音 是大家一起去討論 然後可以聽到不同的觀點 就是從 台美關係的觀點 從 臥潮就是做國內的觀點 然後了解不同的思維 其實其實我覺得從你們這次的事件中 我也有看到想說 以前大家都會期待媒體一定要很中立 就是 兩方的思維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是 樂聽人 你可以成為那個中立的角色 對 你知道像你前面有提到嗎 有一些大報他們還是有立場 那我們就去聽聽他們的立場 但我們不用評論他們說 他們多偏還是怎樣 那我們再去聽聽別的立場 我們自己成為一個中立的樂聽者 就可以聽到一些 就是屬於 中立的資訊 然後我們自己在process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對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留言跟我們理性的溝通 然後大家 真的歡迎 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可以私訊告訴我們 還是要推廣一下就是 臥潮喵政治有IG 對 因為我想說那個 什麼資深留言 他們留言還是都會去臥潮的粉絲專頁留言 都留 都留 對 歡迎來IG IG最近比較涼一點 對 對 對 你在IG搜尋什麼呢 IG你只要搜尋 watchout.podcast watchout.podcast 對 w-a-t-c-h-o-u-t.podcast 就可以追蹤到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的Twitter 還有YouTube頻道 都有我們的內容在露出 然後大家都可以訂閱 然後podcast 各大平台 對 今天提到的這些連結 都會放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 然後雖然觀測站 最近沒有再更新了 可是 有明天也會做 今天同時 他們會不定情革新 如果你喜歡今天觀測站 跟我們分享內容的話 歡迎也去追蹤他們 然後雖然他們podcast 可能節目會比較少 但是可以去追蹤他們的臉書 還是會持續再更新吧 我們臉書更新的非常頻繁 OK 然後就可以關注下禮拜的 那個美國大選的最新消息 沒錯 追蹤他們 我們是情況跟進 因為我們最近很忙 在忙那個中天下架 對 沒錯沒錯 如果大家想要關心 中天下架新文化 追蹤沃草 如果要關心美國大選新文化 追蹤觀測站 那最後最重要的呢 交給萌萌 對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請一定要定期定額 支持沃草做更多更好的內容唷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啦 下禮拜見 掰掰 謝謝觀測站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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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 拜託 錦